应最恶名昭彰乐团。 受金正恩亲眼进入北韩表演。 北韩摇滚解放日预告。 影片翻面硬化,20101804.16。 2015年北韩政府为了庆祝脱离日本殖民统治70周年,在祖国解放日活动中,领导人金正恩特别邀请了外国乐团,来到首都平壤演出,而这个首饰获准在北韩演出的摇滚乐团,竟是罪恶名昭彰的莱巴克。 莱巴克,成立于1980年,善于以音乐系逢法西斯主义,乐团最大特色就是经常深驻军服站上舞台,用工业摇滚、军乐和鲜鼓点音乐形式,发表演讲式的宣传和关于极权主义的声明。 有走于危机四伏的政治与音乐编辑,他们或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,或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者,也引发了艺术、哲学和政界长久以来的争议与讨论。 记录片《北韩摇滚解放日》便记录了来巴赫乐团,在朝鲜平壤为2000名观众举行两场演出的实况,除了线上乐团自身的曲目外, 还方唱批投四乐团的金曲,以及少数能在北韩反映的洋片《真善美》中的《Do, My, Me》歌曲。 来巴赫乐团用演唱会形式,进行最不可思议的文化交流。 图翻面硬化,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四点一六。 不仅如此,形式风格向来叛逆中带有独特诙谐,挖苦旷位的来巴赫,还特别入境随俗,穿上朝鲜民族服饰,与北韩钢琴家共同演出朝鲜代表经典歌曲《阿里郎》,整场演出就在一种奇特,荒谬。 高反差文化冲击的微妙气氛下进行。 至于来巴赫乐团如何突破朝鲜政府官方,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的严谨审查,以及语言的翻译,观看习惯不同等差异,再必须确保演出得以进行,同时又能维持音乐创作的独立性,当中的困难超乎想象。 连美国狗知名政治脱口秀主持人约翰奥利弗,也特别在其节目《昔日新闻报报》大肆野鱼,并祝福来巴赫乐团能活着离开北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